烤麵麵包 歡迎收看溫居料理廚房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日本地製的炒麵麵包 但是因為我已經沒有前去日本了 所以我今天就來自己做炒麵麵包的麵包 因為我覺得這個麵吃起來比較Q 比較有炒麵麵包的口感 我是喜歡紅蘿蔔跟洋蔥還有咖啡菜 然後肉的話也是你想用什麼肉你就用什麼肉 我現在要切零雞肉把它切成絲 煮湯麵我最會 好不要煮太久 先把它撈出來在旁邊等待它的伙伴加入 接下來我們要到底它的同伴是炒麵肉 炒麵肉是最會的 因為炒麵肉最不容易失敗 超喜歡紅蘿蔔我加多一點好了 然後再加洋蔥 我真的跟它洋蔥 所以我要加什麼洋蔥 然後再加一點洋蔥炭 把它炒軟 現在我要翻肉了 現在要翻面了 麵放下去之後 最後要放醬 放個兩匙好了 好香喔 我們的炒麵麵包的炒麵做好了 炒好了 很緊張 就是要有時刻 炒麵麵包香膠就在這個時刻 哇我覺得很厲害 好可愛喔 咕嚕咕嚕的 然後在上面放幾塊小肉片 塞進去 再來呢 要加上美乃滋 因為很水 最後呢 再炒上 香醬粉就完成了 耶我做好了 我的炒麵麵包了 開始試吃時間 我覺得麥香非常的好 好好吃喔 超級好吃 但是這家裡面還是都原本還想說真的會怪怪 但是沒想到跟炒麵意外的合耶 那大家如果 大家不管想要吃炒麵麵包 或者我一樣飛不了日本的話 你可以大家自己嘗試看看唷 真的很簡單 好正不認君 絕對創手不認君料理 我們下次見 掰掰